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我们前面讲了车辆的一个切换 讲了各个车型到达的一个信息 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实现费用的一个估算 这里面我们主要实现的是费用估算的大概的一个流程 还有它的一个界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效果图 这是费用估算 我点了车型之后 我这里边有车型到达我这个时间 还有这些信息 我点击获取费用估算 这里边会让用户去输入一个 一个终点到达的目的地 这个具体的费用 服务端会根据这个目的地 然后根据当前的位置 算一个大概的一个费用 算完费用之后 我们显示的界面 显示的界面 就是这个费用就是大概 服务端的一个返回值 就是69到87元 比如我从这儿到北京南站 他大概的一个费用 这个费用是服务端返回的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说 点了费用估算之后 我们获取到服务端这个费用之后 我们怎么样进行界面的一个更新 好的 开始我们的一个代码 开始我们的这个 这里边 我们首先把我们需要的一个资源添加进来 这是费用估算的这个界面 大家可以我这里方便的是我把这个圆点 可以到达的目的地 这个圆点做到了这个背景图上 大家可以去根据我们的目的地 它的一个长度 在动态的调整这个坐标的一个位置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背景图 然后我们上一节课也说了 其实后边有一张背景 我们有一个image view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里面 各位点击费用估算之后 我们要更改这个背景 所以我们要定一个变量 我写在这里 我 啊 好 怎么 你 你 你 好 点击费用估算 我们同样有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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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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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这样就是一个 点击之后进行界面的一个更新 然后sender呢 sender 比如bottom imageview image iimage need 写我们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背景图 首先给它更新了 费用估算 费用back的边境 好背景图更新之后 我们要更新相关的值 比如我们这里要显示的费用 我们定一个变量 我们叫费用 点击费用估算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sender进行一个隐藏 隐藏 然后我们的一个费用 test 等于 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从复务端获取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值 复务端获取的 是可以动态的去改变 我们这里先切死 其实我们主要讲的是原理 87 然后还有一个变量 就是说北京南战 就是我到达的一个目的地 然后定一个变量 然后定一个变量 叫目的 叫EnginePause吧 Pause Pause 就等于这里我就北京南战 好 有了这些我们信息写好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界面的一个关联 跟我们的AIP进行一个关联 好 图像我们这里边呢 它是在下面 我们把它首先移上去 减去270 好 我们首先进行一个 这里边 叫做 Cutif Back 这个 一个关联 选一下啊 这里边叫AltimateVal 然后呢 这个费用 大概的一个费用 我们这是一种做法 我们还有一种就是整个的 把这些都做在一个Val上 整个的呢 把这个Val全都替换掉 好 我们这里只是 大概的提换一下这些 费用 费用估算 给它添加上一个 相应事件 getCost 好 进行 运行一下 我们这里还要改变 设置完之后 改变它的一个 初始化的一个坐标 好 运行 好 才进行一个编译啊 好 我们这里边讲的是一种思路 然后我们还可以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这么做 然后再定一个Val 然后 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设置成我们专门的 是显示我们费用估算的 这个页面 然后替换的时候呢 我们就整个的把这个Val隐藏掉 把我们要显示的费用估算的 这个Val 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另外一种思路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在这一个Val上 改变 这里边的相应的一个界面的一个值 来实现的 去吧 获取费用估算 这里边 可能我刚才没有写它的一个事件 好 这里边就是这费用就出来了 费用出来之后我们加上一个目的地 这个我们这里边叫up70 这个我们这里边叫up70 这个我们还可以把这个Val先换一下 看一看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坐标 How to image with you 然后 然后 里面的 Info back 费用 大概在这个位置 添加一个 好 加一个关联 叫目的地 然后给它出事化的时候 隐藏 好 然后我们来改回去 car info back 这样的话呢 随低费用 在点击的时候 我看一下啊 点击费用估算的时候 我们进行一个啊 Bout Mobile 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啊功能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过去费用 好 运行一下 好 这里边我们还把它更改一下 488 启动 过去费用估算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地 我们它啊 右边是弹出一个界面输入目的地 我们这里边啊 就直接啊 其实是原理是一样的啊 就把用户选择的目的地放在这儿 请求服务端的一个接口 进行一个费用的估算 然后进行切换的时候啊 进行切换的时候 这里边就显示这个车型 到达这里边的一个时间啊 这是一个切换 其实我们在切换的时候呢 如果在这个界面 我们就不把它进行一个啊 进行一个 比如现在我们每次进行啊 进行切换的时候 它都会缩回去 这个呢 我们其实还可以去完善一下 我们的一个代码 那我这里边点gethost的时候呢 设置了它的一个图 背景图 还有它的费用 还有它到达了一个目的地 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判断了 就是如果它已经 你看一下啊 我们判断它是不是已经移上去了 这时候 如果它是默认是false 点击的时候 它就等于tool 是tool的时候呢 它就往上移动 然后 如果是false 啊 说明这里边 啊 我们不应该在这里讲 啊 这里点击背景的时候 如果我们点击具体的一个按钮的时候 啊 这里点击背景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进行一个切换 我们应该在这里进行一个控制 啊 就说这里 这里切换了之后呢 如果它是 啊 Ease Move Up 这时候如果它是 Ease Move Up Emission Ease Move Ease Move 我们再看一下 把这里边 Ease Move Up 我们改一下它的一个 这里 Ease Move Up 什么 你看一下 我们移上去了 然后我再切换的时候 看一下它 例子move up 如果是往上移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高度 减去它的一个高度 这里面可能跟我们界面进行了一个更新有关系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实现一下 就是说如果它是这种状态的话 我们来切换这个界面就不往回缩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先研究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边点击费用估算了之后 点击费用估算了之后 我们在切换的时候 它仍然在我们的这个界面 显示当前这个车的一个最低 到达我们目的地的一个费用 好的 我们讲的这个当然的思路 具体的一个费用估算的一个思路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